女人肆意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虽然年过半百 但这份风韵是年轻姑娘永远比不上的 因为她的演出过于大胆 已经上映后便被下架 直到几十年后才重见天日 看过这部的小伙伴 想必都知道有多么精彩 作用整个庄严的贵族妻子安娜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美中不足的是 丈夫老王多年前上战场 不幸下身瘫痪 男性生理功能被剥夺 此后两人再没有一次夫妻生活 安娜虽然深爱丈夫 但心中的寂寞却无法排解 任凭她将注意猎方在其他地方 但夜深人静时总也不能眉 这天她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不由得心生涟漪 便躺在了床上休息 但她根本睡不着 于是便开始了自我探索的过程 这段精彩程度 只有看了原片的才懂 或许上天听到了安娜的召唤 当年曾在庄园工作的园丁David回来了 她和安娜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 如今救人归来 安娜的心情被喜悦环绕 此时丈夫老王并不知道妻子的变化 她和归来的David热情攀谈 还涨了两倍工资 不过对方显然不感兴趣 眼神一直在安娜身上游走 等到老王因事离开后 她以参观庄园为由 让安娜带领自己回味过往 在河边柳树下 两人互诉中场 想当初老王之声前往前线 拼命抗敌 安娜一人孤苦伶仃 过着没有盼头的生活 直到强壮有力的David出现 才弥补了心中空缺 因为庄园庞大无人 两人便开始了疯狂的恋爱过程 往事历历在目 直到丈夫回来后 安娜本想收心 奈何战争无情 丈夫再也没有了正常男人的机能 现如今 两人再也抑制不住那份倾诉 不过安娜不知道 此时的David已经变得不似从前 几天后 老王有事需要外出一趟 他安排好David的工作 并匆匆离开 时之David却偷偷溜进了主人的卧室 他想要抓紧时间和安娜谈恋爱 不过没想到 房间宽无一人 此时家中的保姆听到动静 当即找了过去 结果一推门 就看到David抱着安娜的衣服在闻 这让他十分鄙夷 但不知为何 保姆并未着急离开 一股莫名的期待涌上心头 经验颇多的David 当即明白了对方的需求 以主人的命令 逼迫对方干一些事情 保姆一点都没反抗 按照要求 换上了安娜的睡衣 然后对着镜子自我陶醉 屋内的动静太大 冲突折返的老王正好听到了 不过奇怪的是 她并未生气或者阻止 反而趴在门上听了很久 说起男女通车的长相 我指负她 除了傲人身材外 那涉人心魄的气质 单单往那一站 就让人再也一不开眼 不过这样的女人 却有个不中应的丈夫 因为下身残疾 安娜已经孤单太久 好在家谱David是人中冷凤 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强悍有力 她的热情让人无法抗拒 不过安娜不知道的是 对方花花肠子不是一点半点 这次她公然息怒女婆后 便找到了正在画画的安娜 她正在为好朋友画裸体素描 一般人看到这场景便识去离开 但David不仅不走 还特意教导模特 摆出各种姿势 安娜看到这一幕 心中的火苗蹭蹭上涨 当即离开了 回到家后 看到无辜可怜的丈夫 安娜觉得些许歉疚 殊不知 丈夫也有同样的想法 今天她误把房间里的女仆 当成了妻子 并未当场拆穿 原因就是觉得对不住伴侣 只要不和自己离婚 她可以忍受一些 常人不可以忍之事 安娜不知道丈夫的想法 她真诚地望着对方 说自己除了老王之外 不会再动心 这话刚说完不到半小时 安娜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她趁着丈夫睡着 偷偷地溜了出去 在路上 她一步三回头 做贼心虚的模样 被丈夫尽收眼底 她心里很失望 可又有什么资格阻拦呢 就这样 安娜来到了园町住处 似乎先有灵犀般 David已经等候多时 她解释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几句话便哄得安娜心花怒放 不得不说 接下来的过程 需要一个人慢慢欣赏 这一夜过得十分充实 以至于第二天 安娜神清气爽 打算再度寻找闺蜜写声 她穿过小镇 走过田野 再穿越过去就到了地方 不过她不经意间回头一望 就看到了瞳孔地震的一幕 昨天和David仅有一面之缘的闺蜜 此刻已经沦陷在 对方的甜言蜜语下 田野的稻草 成了两人舞蹈的陪衬 风声成了舞蹈伴奏 虽然画面上成 但给安娜的冲击 如同坠入地狱 不过David十分无所谓 她认为这样才算公平 毕竟安娜也是有夫之妇 在马修工作时 安娜想要上前质问对方 谁知丈夫老王突然过来了 见此 心虚的安娜 当即坐着马车出去逛街了 只剩下老王和David两人 作为当事人 老王想要赶走David 但又怕妻子伤心 最后顾左右而言他 也没有说到整体上 不过David能听出其中意思 他决定转移目标 下午的时候 安娜去厨房拿点心 结果在地板上 发现了女人的贴身衣物 家中除了女仆没有别人 安娜当即呵斥对方出来 果不其然 女仆衣衫不整地跑出来 后面还跟着David 此情此景 加上昨日的田园风光 让安娜决定报复一下对方 他知道David有密室恐惧症 于是故意安排他去屋里拿东西 等到人进去后 他直接关闭了所有的通风口 这招十分奏效 David很快就不行了 贪倒在地 求对方放过自己 可安娜并不打算就此放过 他要趁此机会 让David做一些事情 老电影之所以这么景点 完全是在那没有整容和化妆术的年代 所有美人都是浑然天成的 身姿风雨的少妇 爱上了家中的园丁 可没想到 对方却是个花花公子 所到之处无人幸免 为了报复David 安娜将其 关在了密不透风的酒窖 听到对方痛哭哀嚎 他才将人放了出来 接下来一段时日 两人过得风平浪静 这天安娜刚睁眼 就看到床头摆了一束玫瑰花 她想到 这可能是丈夫老王送自己的 既有些惊喜 又有些羞愧 于是将玫瑰花 别在衣服上 去找丈夫吃饭 刚一见到老王 安娜就拼命夸这花好看 使之对方一头雾水 眼看气氛变得尴尬时 David主动站了出来 表示这花是自己放的 老王瞬间变了脸 平时背着自己干的事还能忍 如今这小子 愈发大胆妄为 他当即警告了David一番 不过因为身体不好 老王不是看病 就是在休息 自然看不住两人 安娜和David约好 晚上见面后才离开 此时医生刚走 深受病痛折磨的老王 心理上也急需安慰 他要求妻子不要离开自己 而安娜欣然同意 他虽然喜欢David 但更喜欢优渥的生活 当即给丈夫奉献了 三分钟精彩表演 晚上的时候 安娜如约来到了园丁宿舍 他站在二楼 看着下面的David 突然想到了一个新奇的主意 或许是这次的感受很新鲜 David更是部落俗套 居然想拉外人进来 他雇佣了两个人过来表演 谁知安娜看到这一幕当场崩溃 原来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遭到过伤害 但面对新上人的痛苦神情 David却丝毫不在意 甚至劝对方 痛苦和快乐相辅相成 安娜不想搭理对方 转身快不离开 因为心里想着事情 他很快在后山没了路 看着周围的荒野 半人高的野草 安娜有些害怕 他下意识叫着David的名字 但没人回应 兜兜转转半小时后 他竟然碰到了法克过来的两个工人 他们用一张网捕获了安娜 不知过了多久 David才赶到救下了安娜 但此时的他 已经不相信眼前的男人 觉得刚才的一切 都是David设计好的 安娜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结果就撞见了丈夫 他拿着妻子 落在后山的贴身衣物 质问对方怎么回事 其实老王早就心智肚明 但他没想到 妻子愈发没有分寸 安娜紧张得手足无措 好在丈夫并未为难 最后老王辞退了David 看着对方离开的影子 安娜也彻底收了心 决定和丈夫 好好地在一起生活 这部片子 不同于其他的满天星电影 因为无论是拍摄手法 还是电影剧情 都十分地衔接到位 而女主的美 更是与众不同层次分明 喜欢的伙伴 可以去欣赏一下原片